听到了吧 安心去吧 叶少阳拍了拍小青的肩膀 又捏了捏小白的脸蛋 小青低头片刻 抬起头来看着他 郑重的说道 我虽然刚认主 就得跟你分开 不过我这一世 只认你一个主人 我不太会说话 将来你就知道了 叶少阳点了点头 老大 我舍不得你啊 小白立刻冲上来 抱着他的胳膊撒娇 又不是生离死别 真要分开了 叶少阳也有点舍不得 摸摸他的脑袋 嘱咐他 记住了 阴死那地方 不是想去就去 想走就走的 凡事隐忍 这也是一种锻炼 不过 假如有人要欺负你们 直观打 打完就上来找我 老大罩着你们 照不住 咱们就一起扛 小青兄妹 两个眼睛发亮的看着他 那一姿势 果然没有跟错老大 放心 我们 绝对不会给你丢脸的 小青激动的咬牙说道 好了 上路去吧 叶少阳回一声 对红衣鬼使点了点头 多谢鬼使大人 哎 应该的 还要多谢叶天师啊 红衣鬼使说完 从袖子里拿出了一把闪亮的绿如意 在对面墙上画了一个井字 中间的口里立刻出现了一个深邃的黑洞 冲小青和小白点点头 自己先钻了进去 小青和小白手拉着手 依依不舍地看了叶少阳一眼 也钻了进去 井字的纵横四线 向中间推进 黑洞缓缓消失 叶少阳盯着光溜达 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的墙壁 似有所思 呱呱从背包里钻出来 跳到他头上 抬头看着叶少阳问道 怎么了 舍不得他们走 又不是见不到了 有什么舍不得 他们如果真能在阴厮混得好 我这个当老大的 也感觉到牛逼啊 而且 有他们照样 将来去阴厮办事 也能方便点 当然是好事了 呱呱不解地说道 可是我看你的样子 不像很开心呢 叶少皱起眉头来 说道 你不觉得很巧吗 我这边刚救出小青 阴厮那边就给他封关 哪有这么巧的事 况且 下面出了什么大事 需要阴厮大量招人 都跑到人间来了 以前哪有这样的 呱呱挠着后脑勺说道 不然我让人在下面 多打听一下 例如找你儿子去 叶少阳瞪了他一眼 说道 你还是自己去吧 顺便看着那两个 愣头轻一点 有什么事提点一下 确认他们完全适应之后 你再回来 好吧 呱呱看着他 黑黑一笑 老大 如果我也走了 你一个人会不会很寂寞 没等叶少阳开口 又抢着说道 哦 对了 你现在回石城了 身边都是美女 不需要我了 忘了这点 找死你 叶少伸脚去踢他 呱呱大笑着 跳上窗台 冲他歪了歪手 跳了下去 叶少来到窗前 朝外边看时 呱呱已经不见了人影 叶少望着昏暗的窗外 心事重重 最近 隐私一连串的反常表现 让他有了一种 风雨来的感觉 不知道这场风雨 会不会波及到人间 第二天早上 叶少阳乘坐谢雨晴的车 前往岗城 今天正好是周日 谢雨晴休假 所以叶少阳在行动之前 把他也给拽上了 毕竟他是警察 有他跟着 办事会找人帮忙什么的 要容易一些 谢雨晴满腹抱怨 表示自己好不容易休假一天 本来要去相亲的 为错过一个吴彦祖 表示了悲戒 一路上吵着 让叶少阳陪他一个男朋友 叶少阳被纠缠极了 表示要自己陪给他 谢雨晴打击了他几句 也就不提了 叶少阳拿出手机 搜到关于刚成的资料 补习了一下 惊讶地发现 这个地方从古至今 居然发生过那么多的历史大事件 楚霸王乌江自吻 在这儿 鱼润文大破监军 在这儿 长玉春一战破汉军 也在这儿 而且三件事都发生在长江边上 一个叫做菜石基的地方 叶少阳找出卫星地图 仔细研究起来 究竟出了什么事了 谢雨晴看他半天不作声 问道 叶少阳用手点着地图上的菜石基 说道 这个地方从地理的角度 江水环绕 沿岸山石陡峭 一手难攻 但是地理位置很重要 所以是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 谢雨晴说道 难道还有别的角度 风水的角度呗 石城的城楼 巨座如虎 旁边是紫金山脉 盘旋如龙 这叫虎巨龙盘 石城是龙器所在 所以四宝才到处找龙脉 据说当年明太祖建都的时候 为了锁住龙身不飞 在龙头位置开了许多井 并且用城墙围住 一直到永乐朝 有高人指点皇帝 石城的龙脉 早就被秦淮河冲断 所以以这里为都的王朝 都是短命的 所以永乐下令 前都到北京城 当然 这只是一种说法 毕竟是在人为 风水只是一种香补 如果人力胜天 风水也会自行修掌 谢玉清呆呆地看着他 你嗅到了 我问的是钢城 你巴巴地说了 这么多石城的风水干什么 听我说完 石城为龙脉所在 一江之阁就是钢城 采石这个地方 是龙脉下行 是龙探沼之处 风水学上有个说法 叫龙战于野 采石就是神龙的练兵场 所以充满力气 主行刀兵 谢玉清对这些神神道道的迷信之士 不感兴趣 问道 然后呢 跟我们要去的卫生学院 有什么关系 难道是风水不好什么的 叶少阳开了一眼地图上 卫生学院的位置 说道 这个地方 按说跟大风水 没什么关系 但是 像钢城这种刀兵之地 死过的人很多 冤魂也很多 容易成为阴潮鬼血 而且 这个地方既然有同甲师 说不定跟古代的战争 也有关系 谢玉清仔细问下去 叶少阳就没有回答了 毕竟这只是他的猜测 现在连到底怎么一回事都不清楚 更别提真相了 钢城离石城 果然很近 一江之隔 开车不过几十分钟就到了